在大联盟长达100多年的历史里 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还有强力的中炮 但要达成生涯700支拳续打的 却一直只有三个人 直到2022年9月 一名42岁的老将 用他的单场双强炮 成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22年的职业生涯里 他一度被视为是联盟最强的达者 在当时金药盛行的大联盟 他证明了不靠吃药也可以成就伟大 不只实力强大 职业态度更是令人敬佩 如今他的传奇生涯即将迎来落幕 这个402寸位被选中的多米尼加少年 是怎么成为近代最伟大的球星之一的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选手是谱神Albert Pujols 不管是The Machine还是火星人生化人 都是来自他非人般的打击能力 Pujols是在1980年 出生在多米尼加的圣多米哥 因为父亲是当地小有名记的雷珠头手 所以Pujols从小就把父亲当作偶像 也很喜欢穿着父亲的球衣 不过也因为父亲酗酒的关系 妈妈很早就离开了他们 所以Pujols从小是被奶奶和亲戚们带大的 他很喜欢棒球 可是家里没有好的装备 所以只好把几颗青柠檬当作棒球 把喝完的牛奶盒当作手套 就这样自己一个人不断练习 稍微长大之后 Pujols也变得更加独立 甚至父亲每一次喝得烂醉 都是Pujols到球场把他拖回家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 才让Pujols从小就比同龙人还要成熟 16岁的时候 Pujols跟这家人移民到了美国 住在纽约的华盛顿高地 这个地方住满了拉美移民 是西班牙裔的聚集地 但治安也非常的糟糕 在青年目睹了一场将棋安后 Pujols三家人搬到了秘书里州 并在那里安定了下来 到附近的高中上学 那时候的Pujols人生地不愁 连英文都没几个字会讲 所以非常努力地学习语言 这也让他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文化 加入学校的棒球队 并开始大展身手 以超过5成的打击率 打出11支拳雷打 很快成了远近稳名的怪物少年 以至于高中的最后一个赛季 Pujols得到了55次的 故意四块球保送 根本没有投手敢跟他正面对决 但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以6成6的打击率 打出8支拳雷打 入选最佳阵容 还拿下4A的州冠军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Pujols 就能把棒球打出450英尺远 所以球长附近的铁路和屋顶上 都是他打出去的拳雷打 还有界外球 除了游击的守备失误太多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缺点 大学时的Pujols手感依旧火热 他以4成6的打击率 打出22支拳雷打 还外带80分的打点 但没想到 打得太好竟然也是个烦恼 大学读了一年后 Pujols就参加了大联盟选秀 不过却遭到了球上门的质疑 因为很多多米尼加选手 都会谎报年龄 而Pujols的长相和球技 确实是有点成熟到不符合年龄 再加上守备的位置不明确 还有人觉得他太胖的原因 最后一直到第13轮总402寸位 Pujols才被圣路易红雀选中 而他们开出的价码 仅仅是1万美金的钱约金 于是他拒绝了这个报价 加入了大学的夏季联盟 在这个能用铝棒的联赛 用木棒打出了全队最多的拳雷打 看到这样的表现 红雀才心甘情愿地 拿出6万美金的钱约金 把Pujols带进了大联盟 而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这是他们做过最对的决定 2000年Pujols展开职业生涯 刚开始他对自己 其实也没那么有自信 还告诉妻子 如果他打了三年还在小联盟 就要退休回去读大学 但没想到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就从EA升到了3A 拿下了EA中西部联盟的MVP 还有3A大西洋联盟的自幼赛MVP 并带领孟菲斯红鸟队 斩获了队史第一座冠军 虽然当时红穴队内人满为患 不过正所谓这个 英雄是英雄 重炮是重炮 当时红穴的一类手 是单计70支拳雷打 生涯583轰的强力重炮 Mark McGuire 他在春训时 看了Pujols的表现后 就强烈推荐教练 把Pujols伸上大联盟 还表示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这一定会成为 你执教生涯最大的错误 在听了McGuire的威胁 而不是听了McGuire的建议后 球团也决定 把Pujols带上大联盟 来自多名家的棒球生化人 也就是登场啦 今年的大联盟 大家最关心的除了 普城的七百轰 还有Judge的61轰 就是旅美好手张玉成的动态 虽然辗转好几支球队 不过他最后是在红袜打出了好表现 那最挺台湾选手的MLV九局之棒 这一次也推出了张玉成的专属活动 而且参加活动 就有机会得到iPhone 14 Pro 只要在活动期间玩游戏获取积分 就可以参加超丰盛的奖品抽奖 除了最大奖的全新iPhone 14 Pro 还有机会得到张玉成的亲笔签名球 今年赛季中实际出战过的各种装备 价值接近2万元的名人堂花园大饭店 露天SPA时家庭房的住宿券 还有大鲁阁的打击场球券 而且这一段期间游玩各种模式 还可以顺便累积点数 兑换和普神一样传奇的史诗选手 解锁神之左手Randy Johnson 赛羊疯狗Greg Maddox等5位名人堂球星 一边解锁卡片 一边参与抽奖 还可以一边玩游戏 这么好康的福利 等到活动劫耻可就来不及了 下载链接我就放在下面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2001年Pujols正式登上大联盟 成为了大联盟史上第一个80后 他从外野换到一垒再换到三垒 打击的状况也是逐步提升 很快就用怪物般的实力席卷了大联盟 不只打出全队最高的37支拳雷达 还有着346的打击战维 生涯第一年就入选全明星 斩获赢棒奖 在季后赛面对Randy Johnson打出拳雷达 还在MVP的排行榜上排名第四名 这让他毫无悬念地被选为国联的最佳新人 而美联的最佳新人 则是另一个神级人物 丁木伊朗 朗神和朴神就这样在同一年诞生 接下来的赛季 Pujols开始步入巅峰 2003年他以3x59的打击率 打出43支拳雷达 成为当季的打击王 2004年 他和红雀签下7年1亿美金的合约 并打出了生涯新高的46轰 当时他和队友Jean Edmonds和Scott Rowland 被并称为红雀的MV3组合 三个人都在MVP的排行榜上排名前五 红雀以105升的战绩进入西游赛 Pujols在国联冠军赛 以5成的打击率 打出4支拳雷达 带领球队击败太公人 还被选为系列赛MVP 不过最后在冠军赛惨遭很少 成为了红袜打破贝比鲁斯魔咒的背景版 这期间因为BerryBone肆虐大联盟 Pujols也一直没成为大联盟MVP 一直到2005年才成功得奖 手感就非常火烫 在5月份的时候就打出了25支拳雷达 开始有不少人觉得 他有机会打破BerryBone三季73轰的记录 可惜后来殷商缺席了一个月 最后的成绩是单季49轰 这也是普神至今的生涯记录 冠军赛面对还是太鸟的Justin Valland Pujols用一具两分炮锁定的胜举 帮助红雀赢下第一战 最后也跟随球队 以4比1击败底特律导虎 拿到了生涯的第一个冠军 有了冠军的加持 武神是越来越猛 在2008年和2009年两次问顶MVP 在故意保送领先联盟的同时 也照样成为了拳雷达王 在生涯的全10个赛季 他每一年都以3成以上的打击率 打出30支拳雷达和100分的打点 创下了大联盟的历史记录 同时他的OPS只有2年小过1 长打率只有2年低于6成 累计打出408支拳雷达 还有联盟最高的World值 这样的打击数据 是完全不输给神尊的 再加上各种全明星 金手套还有银棒奖 浦神在生涯的前10年 就已经收割了无数的荣誉 被认为是当时最强的打者 2011年 红穴以外卡的身份进入冠军赛 并上演了时尚最经典的一轮系列赛 当时1比1平手来到第三站 浦神先在6局上 集出一发3分炮 下一个打击 7局上又是一发2分炮 最后在第9局 用一发羊春炮杀死比赛 连续三个打击打出拳雷打 带领球队以16比8 大胜游奇兵 取得了2比1的领先 但对手很快开始反攻 把红雀逼到了绝境 在冠军赛第6战 5比7的情况下 不死鸟传说出现了 9局下半 David Fritz集出的三连安打 让Puho Sunbrookman 跑回本类把比分追平 双方激战到第11局 又是Friz的再建拳雷打 把系列赛逼到了 抢击决战 这时的红雀 已经再也无法阻挡 他们一鼓作气 拿下第7战 以4比3 击败了德州游骑兵 成为了世界冠军 而随着Puho Sunbrookman 拿到生涯第二枚冠军戒指 他的红雀生涯 也走到了终点 赛季结束 Puho Sunbrookman 合约刚好到期 但考虑到伤势的隐患 红雀只开出了10年 2.1亿美金的合约 据说还有过金额更低 合约更短的报价 这让Puho Sunbrookman 觉得非常不被尊重 这个时候 各大球队开始程序而入 天使更是开出了 10年2亿5400万美金的 超大合约 用当时时尚第二高的价码 签下了Puho Sunbrookman 为这名传奇的生涯 展开下个编章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 受到年龄和伤病的影响 Pu Sunbrookman的状态 是肉眼隔间的下滑 尤其是他的足底金额岩再度爆发 导致他必须更换打击姿势 也逐渐改为 出任指定打击的位置 虽然在2015年 他还是能打出40支拳雷打 但各项数据都已经大幅推步 而他每年2000多万美金的大合约 又卡车了天使的补降空间 再加上球队管理层 操作不当的关系 导致球队弹机不上不下 当然这一段期间 Pu Sunbrookman也在推进他的记录 2014年打出生涯第500轰 2017年打出生涯第600轰 用一发左外野的满冠炮 成为了史上第9个600轰的选手 2018年 他的生涯安打数来到3000支 但又因为动手术赛季报销 到了2021年开季 他的打击率一度下滑到两层以下 因为大股占据了DH的位置 一蕾的Jerry Walsh表现越来越好 也大大压缩了他的上场机会 最后天使选择 在5月份释出Pu Holes 结束了这一份10年的合作 很多人觉得他的生涯会就此落幕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我们今年看到的神机了 41岁的普神是怎么回春找到手感的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方言Pu Holes的职业生涯 比打击能力更可贵的 就是他的职业态度 他非常热爱比赛 也非常照顾球迷 在球队里也是重要的精神领袖 成立的基金会 更是帮助了无数的人 从2005年开始 Pu Holes就一直在帮助唐氏症患者 还有多米尼家的贫困居民 在他打出第400轰的那个晚上 还专程把球棒带到医院 送给了一个因为脑瘤 没办法看比赛的小孩 在大联盟金药盛神的年代 有很多打者都被卷入金药丑闻 也让同年代的中炮Pu Holes被受质疑 但面临到这些指责 Pu Holes只是大方的接受药剪 并表示 不会为了一点的进步就去吃药 而事实证明 他的生涯一直都是干净的 用不吃药的成绩 超过了很多使用金药的选手 也难怪Pu Holes被叫做生化人 而他之所以强大的秘诀 就在于教科书般的打击姿势 就算是生涯后期被上边困扰 他还是一直尝试调整动作 让自己能维持流畅的打击 而谈到近期回春的表现 他表示他做的只是把棒子握直 一个简单的细节调整 就让我们得以见证传奇 被天使释出后 Pu Holes很快和道琪签下合约 他在下半季状态开始回暖 打击率上升到了2-5 赛季结束还回到多米宁家打东西联盟 证明了自己油香还有油 这个时候 老东家红穴向他发来了邀请 普神时隔11年 再度回到了生如意 他和老队友们再次聚首 组成了年龄超过1世纪的红穴三老 并宣布赛季结束他就会退休 而眼下人们最关心的 就是他能不能在这最后一个赛季 完成生涯700轰的记录 2022赛季 国联引进了指定打击制 也让Pu Holes有了更多的发挥 作为全联盟最老的球员 他完成了生涯的初登板 结果是单局掉4分 防御率36 神奇的场面 让观众们都乐在其中 不过下半季 普神很快表明身份 他今年可不是来玩玩的 在参加全联打大赛 还晋级第二轮后 普神就像年轻的10岁一样 开始疯狂的追赶精度 下半季打出了336的打击三围 光是8月份就打出了8支全联打 眼看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关注 普神更没有要停下的意识 695轰 696轰 697轰 他超过了AERO的全联打记录 成为大联盟历史全联打第4名 最后在2022年9月24日 普神用单场双翔炮的表现 在到齐的主场完成了这个壮举 生涯700支全联打 大联盟史上第4人 无论是对手还是观众 都为他大声鼓掌 这一天 所有人都见证到了 普神的神迹 打出700轰的普神还没有停下 最后把全联打记录 定格在了703轰 单季24轰 打击率2成7 生涯打点数10上第2 这样的表现 完全可以再打几年吧 在他的帮助下 红雀也成功在国联中区封王 锁定了机后赛 35岁打出MVP赛季的前蛇王 31岁上在巅峰的前三大王 搭档了328场的红雀粮老 还有42岁的Albert Pujols 这一只红雀能在季后赛走得多远 普神的最后一武将会如何落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 感谢观看